面对经济及楼市下行 本月底施政报告减辣机会高畅入云 问题指示减几多 一批地产代理业人士及经济学者 昨日召开记者会 要求当局全面切辣 但据估计 此番诉求只在开天喊价 好让政府落地还钱 综合业界意见 港府教可能中间着脈 把整体辣度减一半左右 例如降低买家印花税BSD税率 放宽重价印花税AVD限制 以便于引进人才 并容许本地市民 一层自住一层收租但额外印花税SSD 三年限售期颇大机会维持 继续压益短炒活动 针对减辣政策 港府原本态度强硬 为今年9月中旬开始明显转口风 例如特首李家超9月19日一件记者时表示 在施政报告咨询过程中 就相关问题收到很多意见 当局将细心研究及认真处理 待宣读施政报告时便会公布有哪些意见或采纳 此外 财政司司司长陈茂波于9月27日直言 目前楼市情况跟当初引入 辣椒时已经不同 当局会采取务实态度 不停检视相关措施 与此同时 包括前特首梁振英 前财政司司长梁錦松 及唐英年等重量级前朝高官 军先后开康认为港府可以减辣 如此大合唱甚为罕见 而且各方阵营、行业及界别几乎没有人唱反调 可见、减辣乃众望所归 代理家超于本月25日宣读施政报告时 相信定会有动作 现大家只在揣摩减几多 一批地产代理业界人士及经济学者 昨日召开记者会 大部分人要求全面切辣 但此番诉求犹如开天喊价 有待政府落地还钱 毕竟土地不足和楼价过高 多年来一直是本港头痛问题 从政治角度看 若当局一步到位切掉所有管控需求的防炒卖印花税 随即刺激楼市服刺 炒风重现 这个责任恐怕没人背得起 据一位地产界努行专施下指出 官府港府最新公布第四季 推出一幅大聚山住宅地皮拍卖 反映当局对后市甚为汉淡 亦可预见 减辣力度未必太大 否则政府理应趁着楼市反弹 顺势卖更多地以补充库房 综合业界意见 港府较可能中间落墨 把整体辣度减一半左右 首先是BSD 主要针对外来买家 非本港永久居民 及公司法人 买楼时需缴付15%额外税款 这一招被视为最有机会松绑 事关正如港府高官多番指出 近年很多人唱衰抹黑香港 令本港面临外资流失 在此情况下若还有境外人才或投资者 有兴趣来港买楼 反映期 历牌仲矣 看好本港前景 当局仲不倒理相迎 至少也不应设置重重阻碍港客 因此 业界普遍希望港府直接撤消BSD 为考虑到当局偏向保守立场 并不敢过于乐观 倘财取中间方案 政府可能只会把税率削半至7.5% 且容许 高财通人士由 先缴后退 改为 先免后保 买楼时免缴BSD 未住满7年而卖楼才需保缴税款 其次是AVD 前身为双倍印花税DSD 港府于2016年在DSD基础上加辣 现时任何买家购买第二个或以上住宅物业需缴付15%AVD 较基本印花税上限4.25%高出超过2.5倍 这招的原意是在楼价高企 物业供应短缺情况下 很多可以一层楼自住 一层楼收租而无需额外缴税 其实 港府早于2月份已曾未减纳 让符合首置资格者购买300万元或以下 原本为200万元或以下 住宅物业时 只需缴付100元印花税 业界现时期望政府进一步放宽者过门栏 例如让首置人士购买500万元或以下住宅 也可享受100元印花税优惠 以协助更多家庭上车 最后还有SSD 又称为 卖家印花税 业主若在购买住宅物业后半年内卖出 需缴付20% 假若持有其介乎半年至一年 一年至三年 SSD税率分别为15%和10% 据业界估计 这一招最有可能 维持辣度 以压益短炒行为 事关按照现市况 躺若放宽甚至撤销SSD 有机会导致扣入未满三年的沽盘涌现 进一步加剧楼价下跌压力 随时与减辣 目标互相矛盾 另外 楼市除了减辣 还可以加糖 最值得留意是 才爷陈茂波于2月份发表 《财政预算案》时 提出重新启动 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俗称投资移民计划 尽管他明言 投资范围不包括买房 但此举弱能吸引 有钱人来港 他们始终有居住需要 对楼市肯定有正面作用 不过 2月至今超过半年 该政策仍指文楼梯响 且看李家超本月底会否带来好消息 新进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